我曾经是一个内风式关节炎的病患 那时候我就是连走路的关节都会隐隐作痛 就是楼梯我是根本散不了 然后我的关节 我的手指的关节是不能弯曲 连就是捉那个笔钢要斜子都不行 断断续续我大概就是看了蛮多的这个装科的东西 大概半年的时间 我的病呢还是不很好 之后就比较幸运的让我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下 就让我遇上了瑜伽 念了瑜伽我觉得整个人的那个气呢就调了上来 走路呢也比较有力 然后慢慢再坚持的再继续念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我就完全全意了 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也很幸运的让我遇上了我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有机饮食的那个崇拜子来的 过后我发觉到原来有机饮食跟瑜伽的饮食是蛮接近的 就是要推崇吃一些比较多的月性食物 我慢慢改变了我的饮食跟我坚持每天念瑜伽之后呢 我的病况呢就是每况一上 因为那时候呢我的皮肤也起了很多一些小小的那些硬粒 还有就是我的手指呢也是有一点发黑 因为医生说我里面也是蛮多发炎的 我的内脏 因为改变了饮食 我这些症状呢慢慢不见了 就是还没有接触瑜伽 跟还没有改变我自己的饮食习惯 之前呢我每次生理期的时候呢 我是非常疼痛的 还有那种作呕的感觉 然后现在就没有这种症状了 还有就是胃痛 因为胃痛也是会跟随我们一辈子的 我觉得食物对我们人体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现在目前呢 多吃的呢就是一些蔬果 就是水果方面我就个人我就是比较偏好 就是苹果木瓜 其实什么水果都可以吃啊 最好一天你可以吃大概四五种颜色以上的 水果 然后我每天早上呢 我都会泡那个康林的那个大麦草 红菜根跟萝卜汁 就一起啊 然后放一些蜜糖 就这样来喝 还蛮好喝的 一整天就会比较有精力了 可能就是那些食物的人量吧 因为有时候工作还蛮忙碌的 也没有时间去就是弄那些蔬果汁 因为我时常要教教导瑜伽还蛮多那个动作 时常要做 然后要做一些示范啊 然后我的运动量还蛮高的 所以有时候会听到那个关节有声音啊 就卡卡卡的那种声音 然后我发觉到慢慢的好像大概两三个月过后 我发觉到咦 怎么好像很少这种声音了 因为以前换上那个内风湿关节 也是让我的一些我关节的那些胶质也是有流失蛮多的 然后我也有自己补一些钙片 那效果没有那么大 我没有想到就是吃这个康林的这个大麦草 红菜根和那个萝卜汁可以帮助到那个骨骼 原来就是它里面还蛮高盖的 然后再加上那个骨骼